这么久才来一趟云顶 结果就爆胎了 FIRST OF HOTEL果然数十年如一日 一点改变都没有 这个蓝色有够美 知道吗为了买这个钱包 我吃了多少的鸡饭和泡面 这么久才来一趟云顶 结果就爆胎了 可就不是我做坏的 是司机撞到东西 也太悲惨了 没想到来一趟云顶也这么悲惨 爆胎了以后 终于满身大汗的来到云顶 不是说很凉的吗 为什么爆一个胎也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我熟悉的云顶的感觉 记得我小时候来云顶的时候 每次住FIRST OF HOTEL 都一定要喝STARBUCKS 然后享受一下那种有钱人的感觉 但是现在好像STARBUCKS 但是还是要意思意思喝一下 还是一样很熟悉的大厅 很熟悉的场景 FIRST OF HOTEL果然数十年如一日 一点改变都没有 就是这间一直都很热闹的STARBUCKS 可是有欢欣了 还蛮漂亮的 外带好星巴克 真的我又被房间睡觉 我不信了我不信 我就是一个废物 终于吃到鼎泰宫了 小笼包 我们一年八个月终于吃到的鼎泰宫小笼包 好开心哦 这个就是鼎泰宫小笼包的精神 就是这个猪排炒饭 就是它 显然多汁的猪排 这个粒粒分明的炒饭 这个豆浆汤圆也是我的爱我的爱 我忘了那天是哪一个YouTuber推荐这个玉泥小笼包 真的很好吃 真的 真的很厉害 很好吃 谢谢鼎泰宫 我吃的很饱很饱很饱 我应该吞到六粒小笼包了 晚上八点终于有自己的时间好好地逛云顶了 有点开心 解放的时间啊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室内游乐场是没有开放的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种非常安静 没有人的游乐场 你不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吗 我觉得这个地方啊 有亮灯真的是美爆 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漂亮 这种复古风的感觉 太棒了 有朝一日 疫情过后 室内游乐场还有室外的开放的话 一定要来运行 很漂亮的Sky Avenue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的设计 有一种很复古浪漫电影感的感觉 说真的啦 新的这个Sky Avenue真的很美 尤其是这个大屏幕真的感觉花了不少钱 我超喜欢这个视角的 你看这些萤幕 多漂亮 喜欢这间店蓝蓝的 最后呢决定来吃Biss & Truth 真的有点久了 然后这个英文风的小店还蛮可爱的 好漂亮 连杯子都好可爱 好喜欢这个蓝色哦 还有这个英国的国旗 然后这个Fits & Chips 就是很简单的一份料理 可是看起来就很好吃耶 我想是 我真的是外贸协会 看到包装就觉得好像很不错 这家的炸鱼还蛮好吃的 如果你来云顶的话 我蛮推荐你来吃看看的 我刚刚啊 他走到了Sky Avenue的酒吧街 很热闹没错 但是很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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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真的是已经过了那种 懂事懂事的年纪 我想要一片平静 走着走着啊 就不小心走到了这个 云顶之前的购物中心 有够凄凉的 兜兜转闪又回到了这个 没有人的室内游乐场 看看这个静止的旋转木马 有多么的凄凉又浪漫 你知道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吗 虽然说现在云顶有很多吃的 但是大家还是很喜欢来 在大方开队 如果云顶不赌博的话 真的是比我想象中 无聊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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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决定了 现在是晚上 我换衣服没错 因为我那件衣服很热 我想要讲的是 我好希望就是 赶快check in 赶快weekend out 现在晚上11点了 我就是一个不甘愿睡觉的人 所以我想说 要给云顶多一次机会 去一个秘境 好的在Sky Avenue的这顶楼 你是看得到云顶的风景的 终于有一个地方是我喜欢的 但是呢 现在其实在下着绵绵细雨 这边看过去就可以看到 First World 全世界最大的饭店 最多房间的饭店 就在这里 然后往这个角度拍摄呢 你其实可以看得到 接下来要开幕的这个户外的游乐场 有点期待 到时候一定要来玩 雨现在大了 不行不行 我真的要跑了 要不然我会并着呢 酒吧街还是很热闹 早安大家 这个才是云顶该有的样子啊 完全看不到东西 帮大家找到一个超好拍照的线 如果你来云顶的话 七早八早没吃 只有可以来这边拍这个很漂亮的 很纯白色的有雾的画面 其实现在这里在下着雨 但是 我就是要拍照怎样 就这样回到了吉隆坡 还有我最爱的沃洛hotel 其实接下来要拍的东西有点费 在吉隆坡这一代的日常 因为我很想要买很多东西 我想要买皮椒 我想要买香水 然后我想要看一些 我想要看的一些小物品 接下来就会记录我在 在Bookeeping Gong area 试试喝喝走走看看 买买的一些小日常 耶 我的shopping time 我断这么多花菜山哦 什么鬼都想要 找这双鞋找了很久 终于找到了 直接买直接买 不用想太多 还有什么比乱买东西更开心呢 我真的是一个眼睛很不好的人 看到蜡笔小心就受不了 结果这个没有用了 所以我还是买了 不小心在H&M买了一堆以后 我就回饭店放我的东西 然后现在要去Pavilion买我 笑想了很久的皮夹 希望有货 拜托 每次在11月来到Pavilion 最期待的就是他们家的圣诞装置 陷入天然交战 是要这个 还是这个呢 经过一个小时的快速shopping 我赶快冲回来饭店了 因为如果我不回来的话 我的钱包 我的银行 全部都会出事 所以 我现在就要很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 我买了什么东西 我在H&M买的东西 其实不多 但是有一双鞋 我很喜欢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艺术家 Keeve Herring 跟H&M联名的作品 那个艺术家不在了 但是他的作品真的非常经典 经典到 我把他们家的设计 稳在我的手上 我特地跑来集中购买 因为在北京找不到 另外一件棉裤也是H&M的 然后也是Keeve Herring的 这边有他的签名 然后 还有一个他小小的作品 这个呢就是我看了很久的 Dip Take香水 它的香味是比较独特的 刚刚在闻他们家的这么多个味道里面 我竟然选了一个 我真的不太会买 以前如果是我 我一定不会选它的味道 这个呢是Sandlewood 就是檀香的味道重一点的部分 我以前一听到Sandlewood 我就立刻跑开 我永远不会选这个 但是我不懂为什么 我觉得我是不是年纪到了一个 懂得欣赏檀香的一个 I don't know 我这次买东西 我一直觉得 我的品味有在改变 我不懂是 人的性格跟气质改变了还是怎样 好香喔 这一支喷出去应该可以 没事 好 因为买这些品牌的东西 他们自然就会给你很多 试用品 哦 这一支Body Lotion很香 我不可以再乱花钱了 因为我最想要介绍的这个东西 他妈的死鬼鬼 这一代VV 我真的是一个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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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名牌的人 这个算是我人生中买过最贵的皮夹 因为我觉得好看的皮夹很重要 我看到我的皮夹 漂亮的话心情会很好 最近疯狂喜欢上了VV的所有产品 但是很多东西我买不起 我是一个你知道很有自知之明的人 我是一个很不喜欢绿色的人 可是他们家的绿色真的让我有一种很漂亮很高贵的感觉 各位朋友 这个就是我新买的皮夹 然后我竟然赶在他们涨价的时候 买了我心目中朝思暮想的编织皮夹 哦 这个蓝色有够美 看了这么多品牌过后 我发现到VV是最低调的 虽然它的带子很高调 我刚刚走在路上的时候 你知道有多少人盯着我看吗 因为这个绿色 因为这个VV的带子超显眼 VV是以他们的编织为名的 如果你在看名牌的话 VV的编织品非常的厉害 好美到腰哭了我 你知道吗为了买这个钱包 我吃了多少的鸡饭和泡面 但是没关系啦 因为我觉得买皮夹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神圣的任务 我是一个皮夹可以用很久的人 我上一个也是名牌 但是是人家送的 但是这个呢 我就想说如果我自己要买 我一定要买一个符合我现阶段的生活状态 符合我的性格 符合我的生活品质的一个品牌跟一个设计 好我不是故意要跟大家炫耀的 而是我真的觉得我有点吓到了 就是我来吉隆坡可以买这么多东西 然后我很开心买了这个皮夹 谢谢你看这个Vlog 我知道没有什么重点 但是Whatever 大家就是开心就好 OK 谢谢 谢谢 谢谢